读书 说吧 是哪个放的蛇 公子 奴婢知道是谁放的 是星儿 你凭什么说是我放的 因为你熟知烛火去蛇之法 也只有你 能在蛇队里镇定自如 凶手除了你 还会有谁 好可笑的推论 锦珠姐姐 你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救了公子 所以我就是凶手了 那我想请问你 我到底是想救公子 还是想害公子 住手 一般的姑娘 都怕蛇 你怎么不怕呢 公子 熙儿不是公主 熙儿是婢女 公子 熙儿在草场 做婢女这么多年 饿极了连老鼠都吃 就更别说蛇了 这么说 你妹妹也不怕蛇了 带小鸡小疤 可真怕蛇 是不是你方的 不关七点的事 全都是 全都是我 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跟六姐姐家关系都没有 馨儿 你妹妹已经招任了 公子 小七近日一直行踪鬼秘 我就觉得奇怪 原来是她放蛇毒害公子 小七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为什么要驱打成招 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 小七根本就没有资格 进入内室 就算她有再大的秘识 她也没办法像变息法似的 把那么多毒蛇变到公子身边 她是进不了内室 可是她有个贴身病女的姐姐 你进卧室可是来去自由 我要想放毒蛇 用得着小七吗 锦竹姐姐 我倒是很好奇 你为何一连几天 都能看到小七行踪鬼秘 你 小七 你说 我在找东西 杏儿 你妹妹在找什么东西 做姐姐的应该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公子 公子 杏儿只不过是在找一块手帕 前几日 丢在公子书房 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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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几人 已经家破人亡 那块手帕 是我娘留给我们的唯一念想 杀妹妹 其实已经失去的东西 找不回来 并不中了 只要我们心里面记着亲人 我们姐妹还能够在一起 这就够了 六姐 你们不要再犯傻了好吗 以情动人 这一招什么时候都好用 只能迷惑心智平庸之辈 不过锦竹姐姐 我现在倒想反过来问你 公子的卧室里 从来只供兰花 菩提 最近为何无端端地 出现了几盆火烧藤角 这又如何 青山院地理特殊 紧挨着温泉 蛇虫属于本来就多 我们奴婢 平时都会撒些蛆虫的药 避免蛇虫进屋 惊扰到主子 而火烧藤角来自南疆 气味独特更是吸引蛇虫 比银丹草 叶来香 还有状元清更为严重 可火烧藤角的气味 就算独特 也绝不会引来这么多蛇 那这么说锦竹姐姐是知道 火烧藤角会吸引蛇虫吗 那姐姐去购买四盆火烧藤角 你居心何在 我能有什么居心啊 公子 我一直对您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的 公子 自从馨儿到您身边伺候之后 每个月都会收到各房的孝解 馨儿一直都是拒绝的 但是他们说 锦竹姐姐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厨房每月十两 花房每月十两 换衣房每月五两 针线房每月五两 不算上其他各房的 光这四房 每个月就能收到三十两银子 你胡说八道 公子身份高贵 从来不沾金银俗物 想必也不知道三十两意味着什么 馨儿就来给您算一下这账 像馨儿这样的奴婢 穷苦人家的孩子 如果能卖上十两 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那照这样的话 锦竹姐姐每个月光收这三十两银子 就会买她自己三个来回了 你胡说 这次火烧藤角 我真的没收钱 这么说 其他的地方收钱了 贪污受贿之人 有一必有二 公子 奴婢知错了 奴婢 确实收过一些散碎的银子买花袋 可奴婢只是向公子每天感觉新鲜一点 奴婢只是愚昧无知 但绝无坏心的 就算是锦竹贪财 也不能证明她有心要害我 贪婪之人必有欲望 人一有欲望就容易被收买 要不然锦竹姐姐怎么会受人指使 弄来一只血玉狗 让我抱进公子房间呢 反正血玉狗已碎 我死不认证 他们又能如何 什么血玉狗 公子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公子小心 馨儿 公子眼睛已经忙了 你还想拿血玉狗伤她 真是狼子野心 这下全暴露了吧 月七 快把她抓起来吧 来人 给锦竹上中铐 你敢抓的是她 你不是不知道 雪玉狗为何物吗 那你为何知道 她会伤害公子 说 雪玉狗哪儿来的 三房太夫人赏赐的 三房太夫人 三房太夫人瘫痪在床 不见人事 你要再撒谎 我就让你变成三房太夫人一般模样 不要 公子我说 是 是出她总官 她跟奴婢说 这个是北疆特产 是西汉武剑 能在公子闭关的时候 赎金活血 宫里大增 而且 而且怀公子还留了一剑 奴婢真的不知道公子有寒疾 奴婢真的没有想到奴婢吃醉了 兴儿 就由你亲手惩罚锦珠 公子 公子不要 兴儿她跟我有仇 你们都知道的 她会打死我的 公子不要啊 兴儿 公子 公子 怎么了 把人活活打死 始终还是太过于残忍 如果换作是锦珠打你的话 她未必会觉得残忍 她是她 我是我 来人 把锦珠带下去 重打二十边 诺 来 兴儿护主有功 可以赏 多谢公子 但是公子 兴儿最想要的赏赐 其实是能放过我的两个妹妹 让她们跟我住在一起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